哈囉大家好我是子晨 今天要和你聊聊的是驅軸感知器 那我現在手上這顆就是驅軸感知器 然後它的功能呢就是感應驅軸 上面有一個齒輪盤 這個一格一格的這個它會送 就是感應到以後它會回饋訊號給電腦 告訴電腦說我什麼時間應該要噴有 什麼時間應該要點火 所以它就是計算驅軸的轉速這樣子 那如果這顆壞掉或是沒裝好的話 車子就不會發動囉 感謝你的收看我是子晨 那如果你是喜歡汽車氣修的話呢 也歡迎你訂閱我頻道追蹤我IG 下次見囉掰掰